国家主席习近平 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亚伊尔·梅西亚斯·伯索纳罗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 国务委员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小光 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伯索纳罗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 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 农业部部长等 农业团奏八中两国国歌 农业炮二十一响 农业通室主任 农业通室主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博索纳罗总统会谈 习近平欢迎博索纳罗首次访华 感谢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 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巴建交45年来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成为发展中大国 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典范 我们要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开辟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愿景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贡献正能量 博索纳罗表示 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令人钦佩 中国是巴西的伟大合作伙伴 巴中两国虽相距遥远 但理念相近 巴西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 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在巴外交优先方向 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 我的访问有力证明 巴中关系的友好紧密 见证了我们两国关系的高光时刻 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巴旅游 并给予免签待遇 为促进拉中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访问期间 两国还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联合声明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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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